历朝通俗演绎 第一部 前汉片 作者 蔡东藩 播讲 夏秋年 第41回 哲雄虎片岩度祸 看人质少主惊心 辟阳之宠 却说吕后在高祖驾崩后 想把众将全部杀死 因此竟然把丧事搁置起来 只招来一位心腹药人 入宫秘伤 此人就是辟阳侯沈亦基 瞎注 辟阳侯的辟是多音字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注音 这个字应该读辟辟 但根据古人对汉书和资质通建的注释 这个字应该读辟 很遗憾 在我们这个西非城市的时代 为统一和从俗起见 我只有以词典为准 话修续凡 沈亦基与高祖同乡 本来没有什么才干 不过面目文秀 口齿伶俐 善于攀附权贵 迎合别人 是他的特长 高祖起兵以后 因家中无人照应 就用为涉人 叫他代理家务 沈亦基得了这个美差 便在高祖家中私混度日 高祖外出打仗 家事都有吕后主持 吕后怎么说 沈亦基就怎么做 唯唯诺诺 唯吕后之命是从 因此深得吕后喜欢 二人朝夕相处 就像亲人一样 渐渐眉来眼去 目斗心挑 太公已经年老 也无力管这些闲事 一子一女又都年幼 怎么能知道这两人的秘密情长 于是二人互相勾搭 居然瞒过那老翁幼儿 演了一出陆水园 蔡丕 这是高祖性情慷慨 所以把爱妻禁篮赠送他人 虾平 宰相度里能称船 天子度里能称航空母舰 一番偷视变成习惯 好在高祖游东入西越走越远 音信越少 两人正好相亲相爱 双宿双飞 等高祖兵败蓬城 家属被掳 神义姬仍然跟着 不肯离去 无非是为了吕后一人 情愿同生共死 蔡丕 好算有情 吕后与太公被项羽关押三年 神义姬朝夕不离 亏得项王不曾虐待他们 没有用刑具让他们的肢体受损 因此两人仍然得以续欢 不怎么痛苦 家屏 求中取乐 到了鸿沟一约 项羽将他们释放 两人一同入关 高祖又与项王 角逐江淮 丝毫也不知道二人私通之事 两人感情越来越深 俨然像一对患难夫妻 昼夜不舍 不久项羽败王 高祖称帝 所有的人依次加封 吕后于是从中怂恿 请求高祖封赏沈义姬 高祖也认为他保护家属确实有功 因此封沈义姬为辟阳侯 蔡丕床上功劳 更增十倍 虾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虾柱典故辟阳之宠的出处就在这里 后来人们就用辟阳侯或辟阳之宠 借指被厚非宠幸的面首 沈义姬喜出望外 感念吕后 几乎鸣心刻骨 从此在身宫侍奉 比以前更加卖力 吕后越老越淫 只避开高祖一双眼睛 整天偷寒送暖 解衣推食 虾平应该赠吕后一个改编成语 老当一淫 高祖时常出征 又有欺负人为伴 不嫌寂寞 只要吕后不去纠缠 已经如愿以偿 吕后安居宫中 爸爸的高祖不来 好和沈义姬同梦 有几个公俄才女 明知吕后暗通审议姬 也不敢泄露春光 还帮二人穿针引线 好得些意外赏钱 所以高祖戴着绿头巾 致死都不知道 虾平 这些拉皮条的公俄很会当绿娘 只是吕后淫乱嫉妒成性 见高祖一死 就立即起了杀心 一是想保全太子 二是想保全情人 他想如果把前朝大臣杀完 自然无人赶来为难 自己便可以为所欲为 打定主以后 就召来沈义姬商议说 主上已经归天 本来打算颁布遗诏 立新帝和办丧事 但是我担心内外功臣各怀二心 如果知道主上崩事 未必肯效忠于少主 我想密不发丧 先谎称主上病重 召集功臣按照遗嘱辅证 一面埋伏武士 把他们全部杀死 你认为这样做可以吗 沈义姬听了 倒也暗暗吃惊 但转念一想 杀死功臣对自己也有好处 因此就随口赞成 但唯恐计谋不慎 反制受害 所以除赞成外 只是劝吕后缜密行事 吕后还是有些胆小 又召来自己的兄长吕士之等人前来商量 吕士之也与沈义姬的意思一样 因此吕后一时不敢轻动 转眼间已过了三天 朝臣都猜疑起来 不过并没有确实消息 曲州侯利商的儿子利继 一向与吕士之的儿子吕露 都爱好斗鸡走马 互相有往来 吕露私下对利继谈起宫中密室 利继赶快回家报告他的父亲 利商恶然惊奇 匆匆出门 直接到辟阳侯宅中去见沈义姬 秉退下人后对沈义姬说 你祸在旦夕了 沈义姬本来就心怀鬼胎 猛的听到这句话 不由的吓了一跳 慌忙询问原因 利商低声说 主上驾崩已有四天 宫中密不发丧 并且想进杀重将 试问 你们真的能把重将杀尽吗 现在冠英领兵十万助手行仰 陈平又奉赵前去协助冠英 凡快死没死还不知道 周伯取代凡快北伐燕代 这些人都是辅佐高祖创业的功臣 如果他们听说朝内诸将被诛杀的消息 必然和兵西进 前来攻打关中 大臣内叛 重将外公 皇后太子能不完蛋吗 一向参与宫中谋义 何人不知 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不觐见 别人必怀疑你是同谋 将要和你拼命 你的家族还能保全吗 蔡丕 触心之语 沈义姬吞吞吐吐的说 我 我实在没有听说 更没有参与过这件事 外面既然有这样的谣传 我应该禀报皇后便是了 蔡丕 还想抵赖 栗商告别后 沈义姬忙进宫将此事禀报吕后 吕后一想 风声已泄露出去 此计不能再实行了 只好作罢 并嘱咐沈义姬转告栗商 不要对外宣传 沈义姬自然领命 前去告知栗商 栗商的本意就是顾全内外 怎么肯轻易说出去 当时就让沈义姬回报吕后 让吕后尽管放心 吕后这才传令发丧 让大臣进宫哭灵 此时距离高祖驾崩已经四天多了 观炼以后 不到二十天便下葬在长安城北 称为长陵 群臣说道 先帝起自平民 拨乱反正 平定天下 为汉太祖 功德最高 应上尊号为高皇帝 皇太子一亿定了嗜号 后世就称为高帝 也称高祖 又过了两天 太子刘盈登基 年仅17岁 尊吕后为皇太后 赏功赦罪 不得行人 后来去世后 嗜号为慧 因此被称为慧帝 瞎住 事实上 汉慧帝的正式嗜号为孝慧皇帝 人们通常把孝字省去 习惯称为汉慧帝 后来汉文帝 汉景帝和汉武帝等人也是一样 正式嗜号中的孝字都被省略 另外 汉朝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妙号 只有功德很大的皇帝才配有妙号 如果汉慧帝功德无量 那么他的妙号就很可能是太宗 可惜他并没有妙号 不过 汉慧帝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所立的皇太子 扶苏只是秦始皇的长子 他并没有被立为皇太子 秦而是胡亥是篡位 也没有被立为皇太子 喜召一般 四方皆听 燕王卢婉听说凡快率兵前来攻打 他本来就不想与汉兵交战 于是就率领工人家属和数千骑兵避居长城下 准备等高祖病好后入朝谢罪 但听到惠帝继位的消息后 料想太子登基 吕后必定专政 何苦自去寻死 于是率众投奔匈奴 匈奴让他当了东湖卢王 事件后闻 凡快到了燕地 卢婉已经逃走 燕人原来并没有反叛 因此不用征讨 自然未服 凡快把军队驻扎在济南 正准备出发追击卢婉 忽然有一个使者到来 叫他临谈受召 凡快问谈在哪里 使者回答说在吉里以外 凡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好跟着使者前去受命 走了几里 来到坛前 望见陈平登坛宣旨 不得不跪下听照 才听了一点 突然从坛下冲出来几名武士 把凡快按住反绑起来 凡快正要叫喊 陈平已读完圣旨 三步并两步的走到坛下 把凡快扶起来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凡快便不再说话 陈平指挥武士 把凡快送入囚车 凡快手下只有几人 见凡快被拿下 就要掉头逃跑 碰巧被周伯看到 出来喝住 命他们与凡快同行 于是周伯与陈平告别后 向北走去 陈平压着凡快向西返回都城 这也是陈平随机应变的妙计 蔡批可谓六出计谋以外又是一出 周伯到达凡快营地后 取出诏书 给将士们看 将士们向来敬重周伯 又见他奉赵代理为将 倒也不敢违抗 相帅听令 周伯得以安然接任 并无他患 陈平压着凡快正要入官时 才接到高祖的第二道诏旨 命他前往行阳帮助冠英 同时迅速派人把凡快的首级送入都城 陈平与传诏的使者本来认识 就立即与他秘密讨论 这位使者佩服陈平的谋略 又知道高祖并已垂危 不妨缓几天再回去复命 于是索性与陈平同住在管义中 逍遥了两三天 果然听到高祖驾崩的消息 陈平一得到风声 急忙出了管义先行 让使者压着凡快随后跟上 自己率先回都 使者还想细问 哪知陈平以快马加鞭 风池电掣一般赶入关中去了 蔡丕 又要作怪 看官听说 陈平不急于杀死凡快 无非是为了吕后姐妹 幸亏欲先料到 还把凡快的命保留下来 但凡快已受侮辱 他的妻子吕须如果从中诬陷 事情仍然不妙 所以他决定赶紧入宫 相机防备为好 蔡丕 毕竟多治 计划一定刻不容缓 因此匆匆入都 到宫中后在高祖陵前下跪 边拜边哭 泪如雨下 吕后一见陈平 急忙从里面出来询问凡快的下落 陈平收累答道 陈奉召前去斩杀凡快 可想到凡将军立有大功 不敢轻易杀害 只将他压界来京 听后发落 吕后听了 这才转怒为喜道 还是你能顾全大局 不胡乱从命 只是凡快现在哪里 陈平又答道 陈听说先帝驾崩 所以急着前来奔丧 凡快随后就到了 吕后非常欢喜 便令陈平出外休息 陈平又说道 现在宫中正在办丧事 陈愿留下来在宫里值班守卫 吕后说 一路跋涉非常辛苦 不应再来职业 暂时回去休息几天吧 陈平再次请命说 储君心力国事未定 承受先帝厚恩 理应为储君效力 以报答先帝 怎敢害怕劳苦 吕后不便再推劝 而且听他口口声声顾念新君 心里更是感激 于是好言夸奖道 像你这样忠诚的人 世上少有 现在新君年少 需要有人随时指导 烦请你为郎中令 辅佐少主 为我解忧 便是不忘先帝了 陈平受职谢恩 起身告退 陈平前脚走 吕须后脚就进来了 他到姐姐吕后面前为樊快哭诉 并说陈平是杀死樊快的主谋 应该加罪 吕后不高兴的说 你错怪了好人 他要杀樊快 樊快早就死了 为什么要把他压介进京 吕须说 他听说先帝驾崩 所以才改变计划 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 不能轻易相信 吕后博道 这里距于燕国好几千里 往返需要几十天 当时先帝还活着 命他立即斩杀樊快 如果他真的斩了樊快 也不能责怪他 为什么要说他听到先帝驾崩的消息后才改变主意呢 况且你我在都城都不能设法解救 多亏他才保全了樊快的性命 这样的大恩 礼当感谢 你应该也有天良 为什么反而恩将仇报呢 这番话 博得吕须 哑口无言 只好退出去 不久樊快被压到 吕后下令将樊快释放 樊快入宫败谢 吕后道 你的性命究竟是靠什么人保护的 樊快达成是太后隆恩 吕后道 此外还有没有别人 樊快记起陈平在耳边的密语 自然感念 便回答说是陈平 吕后笑道 你倒是还有良心 不像你妻子痴狂呢 菜皮都不出陈平所料 樊快于是转向陈平道谢 聪明人究竟占便宜 陈平不但无货 反而从此得宠了 吕太后专权后 暗想以前曾想把诸将杀光 未获成功 而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宫中内政现在由我主持 自己平生最切齿痛恨的莫过于妻姬 现在他却落在我手中 一定要让他没有活路 于是立即吩咐公义 先将妻姬从严处置 把昆前为奴的刑律夹在他身上 可怜妻姬的万缕青丝都被公义拔光 还要他卸下宫装 改穿红褐色的囚衣 并把他赶到永巷内捐进起来 勒令他充迷 而且还规定了每天必须干完的活 瞎住 永巷是宫内一条狭长的小巷 起初是宫内宫宫女嫔妃所在的地方 后来随着宫廷内斗的深入 永巷就成了幽闭有罪宫女的地方 清代文学家孔上任在桃花扇剧本中写道 永巷日如年 意思就是在永巷度日如年 妻姬平时只知弹唱 不会充迷 一双柔嫩洁白的玉手 怎能禁得起一个米楚 可是太后的苛刻命令非常森严 不得不遵守 蔡丕 何不自尽 只得勉强挣扎 拿着处学习充米 充一回哭一回 又编成一首永巷歌 也叫欺负人歌 边哭边唱道 子为王 母为鲁 终日充伯木 长雨死相舞 相离三千里 谁当使告辱 这首歌词的大意是 儿子当国王 母亲却成了奴隶 每天充迷 一直到太阳西下 还常常怕被人杀死 我们母子相隔三千里 能找谁去告诉你 歌中寓意乃是怀念儿子赵王如意 如字就指赵王 不料被吕太后听说 愤然大骂道 剑奴还想依靠儿子吗 说着 吕太后又派人速去赵国 赵赵王刘如意入朝 一次召见 赵王不道 二次召见 赵王仍然不道 吕太后更加恼怒 问明使臣 才知此事全由赵相周昌一人阻止 周昌曾对朝使道 先帝让臣服侍赵王 现在听说太后让赵王入朝 明明是不怀好意 臣因此不敢送赵王入都 再加上赵王最近也有病 不能奉赵 只好等以后再说吧 吕太后听了 得知是周昌从中作梗 本想将她拿问 但念她以前保护太子有功 这次不得不顾及这一点 于是想出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 调周昌入都 周昌不能不来 等到拜见太后时 太后怒斥道 你不知道我与妻室有怨恨吗 为何不让赵王前来 周昌坦率地答道 先帝把赵王托付给臣 臣在赵国一天就应该保护赵王一天 况且赵王是皇帝的弟弟 深得先帝钟爱 臣以前曾立保新皇帝 承蒙先帝信任 先帝无非是希望臣再去保护赵王 免得他们兄弟相残 如果太后怀有私怨 臣怎敢参与 臣只知道遵守先帝的一命罢了 吕太后无话可说 叫她出去 但不肯再让周昌回到赵国 吕后再次派人速去传赵王 赵王已经失去周昌 无人做主 只得应命前来 当时惠帝虽然未成年 却非常仁厚 与吕后性情大不相同 他见妻夫人被罚去充米 已觉得太后坐得未免过分 赵王入京后 惠帝料想太后一定不会放过 不如亲自出去迎接 并且与赵王住在一起 以免太后暗中加害 于是不等太后命令 便乘御驾出迎赵王 碰巧赵王已到 就带她上车 一同入宫 觐见太后 太后见了赵王 恨不得亲手将她杀死 但有惠帝在旁 不便骤然发作 只得勉强敷衍了几句 惠帝知道母亲不高兴 就带赵王去自己宫中 好在惠帝还没有立皇后 便让赵王安心住着 以时起居 均由惠帝留心保护 蔡丕 好一个阿哥 可惜失之柔弱 赵王想见一下生母 惠帝婉言劝慰 说慢慢设法让他们相见 赵王毕竟年幼 遇事不能自主 而且担心太后生气 只好寒悲度日 太后时时想着害死赵王 但又不便与惠帝明说 惠帝也不好明见太后 只有随时暗中保护赵王 俗话说得好 名枪易躲 暗见难防 惠帝虽然爱护弟弟 格外注意 但是究竟摆秘也有一书 保不定被太后暗算 光阴一世 转眼已是惠帝元年十二月中 惠帝趁着隆冬要去打猎 天气还早 见赵王没有醒来 就不忍将他唤醒 而且以为离开半天也不会有事 就单独出去了 可是等到惠帝打猎归来 见赵王已经蹊跷流血而死 呜呼毙命 惠帝抱着弟弟的尸体大哭一场 又吩咐左右用王礼炼葬 嗜好为尹王 后来暗地调查 有的说是喝了毒酒而死 有的说是被人掐死 至于主谋 想必是太后娘娘 做儿子的不能加罪于母亲 只好付诸一探 只是查到祝母为虐的人物 是东门外一个官奴 便密令官吏搜捕 把他处斩 才算为弟弟泄恨 不过是瞒着母后秘密处置的罢了 哪知余哀未了 又起惊慌 忽然有宫里的太监奉太后之命来叫惠帝去看人质 注释 质就是猪 惠帝从未听说过人质一词 心里觉得稀奇 就跟着太监出宫去看 弓箭一路曲曲折折 把惠帝领到永巷 走进一间厕所 指着一个东西对惠帝说 厕所里的就是人质 惠帝向厕所里边一望 但是只看到一个人身 既没有双手 也没有双脚 眼里又没有眼珠 只剩了两个血肉模糊的窟窿 那身子还稍微能活动 一张嘴开得很大 却听不见有什么声音 惠帝看了一眼 又惊又怕 转身问弓箭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弓箭不敢说明 直到惠帝回宫 硬要弓箭直说 弓箭才说出欺夫人三个字 话未说完 几乎把惠帝吓得晕死过去 他勉强定了定神 要想问个底细 弓箭就在惠帝耳边悄悄对他讲述 说是欺夫人手足被切断 眼珠被挖出 两耳被熏聋 喉咙被药物变哑 才令投入厕所中 折磨至死 惠帝不等他说完 又问弓箭人质的含义 弓箭说 这是太后的命令 奴才也不懂 惠帝不由地失声道 好一位狠心的母后 竟令我先父的爱妃死得这样惨痛 蔡丕说也无意 说着眼中不知不觉流下泪来 然后走进寝室 躺在床上 满腔悲感 无处可输 索性不饮不食 又哭又笑 从而患上了一种呆病 弓箭见他神色不对劲 不便再逗留 就回禀太后去了 惠帝一连几天都不愿起床 太后听说后 亲自前来探视 见惠帝像傻子一样 急忙召来衣冠诊 衣冠报称惠帝患有惊恐症 开了好几副安神解忧的药 惠帝服药后才觉得有些清爽 但一想起赵王母子又污液不止 吕太后再派弓箭探问 惠帝对他说道 你替我禀报太后 此事非人类所为 臣作为太后的儿子 终不能治理天下 可请太后自行裁决吧 于是每天饮酒饮乐 不理正事 弓箭反报太后 太后并不后悔杀死七姬母子 只是后悔不该让惠帝去看人质 于是把银牙一咬 决定照计划行事 没有功夫顾及惠帝了 小子有诗探道 楼珠未定季家来 人质如何又惹灾 可恨淫欲太不到 居然唯意富为悔 瞎住楼珠就是母珠 比喻淫乱的女子 此处显然是指吕厚 季家是指在别人家传种的公珠 比喻在别人家淫乱的男子 此处是指沈亿基 淫欲的欲是老妇人的意思 淫欲即指淫婆 当然还是骂吕厚 居然唯意的意是西义的意 西义又叫四角蛇 而且用来比喻人格卑鄙的小人 富为悔的悔是指毒蛇 总之悔意这个词是指毒蛇害虫 比喻用心险恶的人 唐朝的洛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兆席一文中 就用悔意这个词比喻武则天 欲知吕太后后来行事 且看下回再续 蔡厚平 有史以来之女货 在汉以前莫如包四打己 包达仅以妖魅文 而惨毒尚不见于史 自吕至初而淫汉之性 得未曾有 神义姬可思 韩信彭越可杀 甚且欲禁杀诸将 若无利伤 则冤死者更不少矣 后来又毒死赵王 残害妻夫人 虽然未必不是妻室母子之自取 而忍心落手 旷骨未闻 甚矣 汉妇之毒超过蛇蝎也 惠帝人有余而治不足 既不能保全少帝 又不能劝谏母后 徒为此 经忧成吉 夭折天年 其情可敏 其咎难辞 避苟之刺 宁能免呼 瞎著避苟之刺 是出自诗经的一个典故 避苟的避是破烂的意思 狗是指捕鱼用的小口鱼篓 鱼进来后很难出去 但由于是避苟 所以就是个破鱼篓 因此鱼仍然可以随便出入 避苟之刺的刺是讽刺的意思 这个典故是讽刺春秋时期 鲁国的君主鲁桓公吴能 对自己的夫人文江 与他的同父异母兄 齐国国君 吉祥宫乱伦 无能为力 任文江从这个破鱼篓中游进游出 而蔡东藩先生则借用这个典故 来暗讽汉惠帝无能 控制不了吕后的胡作非为 回来 回来